你在那里待了多久呢 大约十天 在此期间 我丈夫回来了 儿童和家庭部门告诉他 如果他不签署针对我的限制令 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儿子 他们并不了解精神疾病 但他们操控着整个局势 我的丈夫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 以及我的病 如果他在家 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但是他却按照他们的要求照办了 2004年1月 我终于见到了一位医生 他开始向我讲解 双向障碍和产后精神病的知识 他给我看了一篇发表 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评论 我从那篇文章中了解到 一个患有产后精神病的妇女 不管她是否有过双向障碍的病时 都应该被当作有双向障碍来对待 如果只对她使用抗抑郁药 她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循环性心境障碍 这正是我的状况 处于这种状况的妇女 应该立刻使用心境稳定剂 而我是在儿子 出生两年后 才开始使用心境稳定剂的 就在数月以前 我还在纽约看了一位专家 她对我的诊断结果是双向障碍 长后发作 2006年11月 当我去参加一个家庭活动时 病情再次发作了 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 我的睡眠又紊乱了 不得不再次回到医院 不过最终的治疗结果还不错 她们对我做了彻底的 神经心理评估 医学检查 血缅障碍调查 以保证最终诊断结果的正确性 这些检查并不是最新的医学发现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她们不早点这样做 她们给我开了一种 名叫拉莫三勤的心境稳定剂 我还服用了一段时间的克诺瓶 因为需要这种药物来帮助我入睡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打内以后我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除了服药之外 你还通过什么方式保持稳定呢 定期锻炼 我有一张非常喜欢的小型笨床 我会尽量让自己每天都在上面锻炼一段时间 每周我还做一到两次的力量练习 我吃鱼油和一些我认为有用的补品 尽量只吃健康的食物 营养很重要 从有同情心的专业人士那里 获得正确的心理治疗也一样重要 对我来说 有一个女性帮助者总是会更好一些 因为女人知道女人是什么样的 心理治疗一直都很有用 当产生压力时 去找一个看问题更客观 并且不带个人观点的人谈一谈 有时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精神支柱也很重要 我一直都有坚定的信仰 我现在知道恐惧不是来自上帝 所以我的恐惧消失了 显然我还会对某些事情产生紧张情绪 但是我不再感到恐惧了 而过去我却受够了恐惧的滋味 自从恢复后 上帝一直将那些我能帮助的人 带到我的面前 我虽然不再是厂后知识国际组织的协调员 但我一直在帮助那些有抑郁症的人 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一切呢 我并不认为是上帝让我经历这一切的 我想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 也许是因为助人的能力来自于磨难 因为曾经经历的一切让我变得更坚强了 也变得更完整了 我更善解人意了 更有能力帮助他人了 而且助人也可以帮助我进行自我疗愈 在做产后知识国际组织的协调员的时候 每次听到一个妇女说 你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我的经历 并听我倾诉的人 这个时候我都有一种满足感 我知道人有时候会感觉自己很孤独 尽管我身边有一位优秀的医生 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情感支持 接受了很好的心理治疗 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一个同样 经历了产后精神病的人说说心里话 直到我加入产后支持国际组织 这种经历让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如果有人和你走过了同样的道路 他们就能理解你的感受 反之如果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 阴郁和绝望或者狂躁 他们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你 如果能回到怀着儿子的那个时候 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忠告呢 具备了现在的知识后 我会告诉过去的自己 对生活要抱有现实的希望 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尽管这是我们的社会大肆宣扬的观念 你不可能既是一个成功的全职人士 又是一个成功的全职母亲和妻子 我尤其要警告自己当心失眠问题 因为当初我并不知道 失眠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我还会建议自己 向一位真正懂得精神疾病的人寻求帮助 如果能回到过去 我会想办法早点得到一个准确的诊断 你怎么看待现在的生活 我目前的生活很稳定和谐 为了达到这个状态 我做了很多努力 一路走来 我已经明白了什么对我有用 什么对我没用 现在的我很平静 感觉很幸福 写日记也是自我疗愈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有时候仅仅把想法写下来 就可以帮助我释放一些负面的东西 而今 我对自己的病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明白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睡眠 我知道保持良好的状态 有多么不容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因为你无法预知将来 不过我确实感觉 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